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德华 欢迎收看股市相对论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讲股市趋势技术分析 视频3 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将讲形态5和形态6 圆形翻转形态 以及对称三角形形态 同时,我们还要分析对称三角形形成的心理 以及回顾技术分析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好,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五个形态,圆形翻转 圆形又包括圆顶和圆底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圆底形态 这是一个圆顶形态 无论是圆底或者是圆顶 这种圆形的反转形态 它就是通过简单的形式体现了一个 渐进并且对称的趋势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多空双方不断拉锯 最终一方胜出造成趋势的反转 圆形翻转产生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以圆顶为例来进行说明 开始的上升阶段 假如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买盘强于卖盘 那么股价势必会上升 只要买方意愿足够强大 持续超过卖方 那么股价上升的趋势就不会改变 如果卖盘逐渐的增加 而卖盘减少或者是保持不变 之前的上涨趋势将会放缓 随着卖盘的不断增加 多空打平 股价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为定 不涨不跌 这就到了圆顶的顶部 假如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卖盘强于买盘 那么股价势必会下跌 只要卖方意愿足够强大 持续超过买方 那么股价下跌的趋势就不会改变 这样的话 这个圆顶它就产生了 如果是圆底的话 它的产生的背后逻辑是类似的 那么圆底和圆顶 它们的特点有哪些呢 圆底通常被称为碗形或者是碟形 而圆顶有时被称为倒碗形 无论是圆形的反转形态 是多么的自然 该形态都不如头肩顶 或者头肩底出现的频繁 也就是说圆顶或者是圆底 其实是在形态当中 是很少出现的 圆底它多建于低价骨 并需要数月才能形成 形成的圆底 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拉锯 多空双方对阵 最后才能形成圆底的 圆顶呢 偶尔会建于高价的普通股 圆顶常常出现于高平价的优先股 背后的原因是 一是资金会寻找保守的投资 二是这些资金看中利息的回报 所以呢 对股价的急速的上涨或者下跌 它们并不是特别在意 只要是优质的股票 一些投资者为了保守投资 愿意买这种股票 所以呢 就容易形成圆顶的形态 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圆底 这只股票呢 是INPX 这是在2020年底 到2021年初的时候 形成了这么一个圆底形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圆底来说 它的股价是成碗形 或者是跌形 同时它的成交量 也是碗形 或者是跌形 圆底的形成 就是一个买盘 逐渐征服卖盘的过程 开始的时候 抛压逐渐的减少 成交量逐渐的萎缩 此时尽管买盘仍然虚弱 股价仍在下跌 但跌速放缓 趋势走平 第二 在最低点附近 多空双方力量达到均衡 成交量极度的萎缩 之后 买盘逐渐的增加 股价逐渐的上涨 焦头再次活跃起来 成交量随趋势放大 直到达到顶点 这就是圆底形成的背后逻辑 圆顶形态 和成交量的关系 在股价铸造圆顶期间 成交量往往较大且无规律 这就是 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成交量的预警信号 只有在跌势开始加速后 才变得显著 这跌势开始加速的时候 成交量才会明显的变大 这就是圆顶和成交量的关系 对于圆形反转形态 包括圆底和圆顶 它没有突破后的测散公式 也就是说 它突破以后 并没有公式能够预知 它究竟会长到什么情况 或者是跌到哪里 现在我们看 第五个形态 对称三角形 在讨论对称三角形之前 我们再回顾一下 技术分析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第一 证券市场价格 仅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每个时刻的供求关系 是由众多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决定的 包括信息观点 情绪和猜测 常人无法把握影响全部的因素 但市场却自动反映了这一切 第三 不考虑短线不动 股价往往会延一个趋势 持续一段时间 第四 趋势的改变代表着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 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知道都会通过市场行为被发现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现在我们看一下对称三角形的特点 对称三角形 它是最常见的三角形形态 是由一系列的价格震荡组成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又称为是弹簧的形状 其价格区间的上线 基本有一条下倾线界定 下线则是有一条上倾线界定的 这就是三角形形态 我们再看一下三角形形态 在输紧的过程中 股价波动输紧 成交量也不断的萎缩 对称三角形的上界线和下界线的延长 会在右边相交构成三角形的顶点 好了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是亚马逊在2012年初 形成的一个对称三角形 它的上界线是由一个下倾的一条直线 下界线是由一个上倾的直线构成的 这样的话 它每两条直线的相交相交于这么一点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 三角形在形成过程中 它的成交量是在不断的萎缩的 当然在向上突破三角形的时候 成交量放大的 快到顶点后 这个走势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 在发生之前呢 这个图表上我们是看不出来任何趋势的 任何预警信号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 在经历了疑惑 愁愁和等待以后 三角形在展现的就是市场的决策过程 三角形的顶点是强制称位 以这张图为例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突破了三角形的上界线 然后向上涨 涨到这以后 它又回调 但是回调到了三角形顶点附近就构成了强力的支撑位 然后呢 又继续反弹 又跳红高开 在我们画对称三角形的时候呢 注意事项是 第一 要确定两个短线的高点 再确定两个短线的低点 确定了这四个短线的反转点 才能够得出对称三角形正在形成的结论 这样才能画出上下两条界线 认为对称三角形已经出现了 第二 股价停留在三角形区域的时间越长 该图的效率就越小 股价在七点到顶点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处 实现突破的效率是最大的 如果超过了四分之三还没有突破 最好放弃对称三角形 另画它图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对称三角形在形成过程中 当股价在从七点到顶点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左右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突破的话 这样的话这个对称三角形的形成呢 对我们后续的走势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超过了四分之三还没有突破 或者说是到了顶点左右才突破的 这样的话这个对称三角形就对我们的判断股价 和判断后续的走势就意义不是很大了 第三 在三角形完成之前 有时需要修改上界线和下界线的参考 短点高点和低点 从而修改上界线和下界线的划线 观众朋友有可能也注意过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技术趋势分析的时候 刚开始我们画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随着股市的走势 我们画的三角形要重新画 因为高点和低点发生了变化 那么对称三角形的突破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股价突破三角形后 既可以向上突破也可以向下突破 但是在突破之前 我们根本是没法预测的 实际上没有哪种技术形态 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然而对称三角形是最不可靠的技术形态 第一股票数盘价突破界线 至少需要3%才能算有效 不然容易实现假突破 也就是说股价突破了上界线 或者是下界线 刚刚突破还不能算真正的突破 只有突破了界线 并且高出或者是低于3%才能算有效 不然的话呢 特别容易是假突破 对我们的操作带来损失 原因呢就是对称三角形呢 因为它特别不可靠 第二向上突破需要伴随着成交量的显著放大 若成交清淡则不能确定价突破 向下突破无需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往往只有在股价跌破三角形内的 最后一个短线低点后 成交量才显著放大 第三如果对称三角形一开始 就伴随着较大的成交量 那么向下突破呢 往往是假突破 尤其是到达了三角形的顶点才突破 更容易是假突破 这一点大家要多多理解 多多体会 在以后我们在使用对称三角形 进行判断的时候呢 要多加关注 多加注意 第四 如果股价放量跳空 留下的缺口 通常会发展成两三天的震荡走势 随后迅速反弹 才能真正进入上行趋势 对称三角形的突破 这是亚马逊2016年底 到2017年初左右的时候的一个走势图 这是一个对称三角形 在这个地方向上突破 但是幅度太小了 并且呢 没有成交量 所以呢 这是一个无效的突破 在这个地方呢 是快到顶点了 向下突破 有一定的成交量 但是这是一个假突破 最后在这里 放量向上突破 这是有效的突破 这两天做了有效的突破以后 股价呢 才继续上涨的 这就是对称三角形的 常见的三种突破形式 第一个呢 就是无效的突破 第二个呢 就是假突破 第三个呢 就是真正的有效突破 对于假突破来说呢 它往往是主力 为了吸筹 为了减仓 或者说是为了震仓 这张图呢 是阿里巴巴 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左右 这地方形成了一个对称三角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在三角形内 股价是在震荡的 成交量呢 是逐渐的萎缩的 在突破的时候 成交量是明显的放大 这样也实现了一个 有效的向上突破 这个例子呢 是苹果在2015年底 到2016年初左右 上边形成了一个对称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 向下突破的时候 是不需要成交量的配合的 在这里向下突破 成交量并没有显著的放大 其实和前几天 吃平差不多 甚至还小一点 只是继续向下 加速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才会放大 那么对称三角形的成因是什么呢 我们以一个动画来演示一下 假设某只股票 是从20美元开始 稳步上涨的 当然从20涨到了40美元 许多投资者呢 这时候已经有 百分之百的可观的浮营了 这种整数位 往往是投资者 获利了结的心理价位 因为浮营已经很高了 抛盘开始涌现 卖盘超过了买盘 价格就开始回落 前面一段时间 看多的投资者 不愿意在40美元左右的时候追涨 但是现在看见价格回落到了30左右 开始扫货入场 买盘大于卖盘 价格开始上涨 当价格再次上涨到40美元左右的时候 在40美元左右 没有出货的投资者 一直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他们开始抛售 卖盘又大于买盘 价格再次回落 当价格再次回落的时候 看多的投资者又看到了入场的机会 于是买盘又大于卖盘 股价再次上涨 这样如此反复震荡 三角形形态就明显已经产生出来了 这时候股价在真正走出对峰三角形形态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股价会向上走 或者是向下走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终于大量的买盘出现 突破了对峰三角形 并且带着绝大的成交量 突破了对峰三角形 开始上涨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终于股价向下突破了对峰三角形 股价开始下跌 这两种可能呢 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在真正突破之前呢 我们并不知道 这就是对峰三角形形成的原因 那么对峰三角形突破后的 最小涨幅 凑算公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左边呢 是亚马逊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 形成的一个对峰三角形 我们看一下它的测三公式 这是一个对峰三角形 那么在画它的最小涨幅目标的时候呢 就是从第一波反弹的高点 就是三角形的左上角 画出一条平行于三角形下界线 从左向右向上倾斜的直线 这两条线呢 我都是用绿色来表示出来 这样的话大家容易理解 所以呢 最小涨幅呢 会是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苹果公司在2015年底 一个对峰三角形 突破了对峰三角形以后呢 才是向下走的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从第一波下跌的低点 就是三角形的左下角 画出一条平行于三角形上界线 从左向右向下倾斜的直线 我仍然是用同样的绿色 做出来了标注 这样的话大家容易看 画这个对峰三角形 突破后的最小涨界幅 目标测算呢 就是这么来测算的 刚才我们对于圆形 和对峰三角形形态 进行了分析 在下面的视频当中呢 我将会讲 形态7上升三角形 形态8下降三角形 以及形态9相提 前面我们说了 对峰三角形 是最不可靠的技术形态 然而上升三角形 和下降三角形则不同 它们有很强的预示效率 那么预示效率是什么呢 我将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给出答案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与分享 您的点赞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